林浩 你怎么来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出国 出国 为什么出国啊 那些记者太烦了 没必要留在这儿受罪 对了 这车钥匙 车在楼下 我走了也用不着 小薰不知有驾照吗 先给她看 你要去多久 不知道 半个月吧 我的工资卡里 为什么多了五十万 你是我女朋友 我给你钱花有什么不对吗 这么短的时间 你哪儿来得这么多钱啊 我公司赚的呀 你给了我这么多 你是根本不打算回来了 对不对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多问题 SJ的方案是你泄露的吧 是你收了别人的钱 故意陷害给夏颜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不能 他对我那么无情无义 你也看到了呀 真的是你 你为了报复 你把自己的人生都给毁了 毁了又如何 你说得对 我不如许晨一 我哪一点都不如她 之前我以为自己很能干 可是才用了几个月 我的公司就垮了 我能干 我简直就是个笑话 我这么个废物 回来又如何 你只是不适合当老板 你可以找别的工作呀 就算我愿意回去找工作 现在还有哪家公司肯要我 所以你就 至少我能拿到钱 既然我不能比许晨一好 那就让她跟我一样早 一样遭人唾弃 这样不好吗 包括夏颜也要遭人唾弃吗 估计是 她看不起我 她背叛我 我就得让她付出点代价呀 是你先背叛了她 我没有 我告诉她我只爱她 可她竟然怪我欺骗了好杰 好杰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这都是借口 她那个时候 已经决定和许晨一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找个借口 来把我甩了 我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的 你和我在一起 是为了报复吗 一开始是的 她那么快就和许晨一在一起了 我不甘心啊 我不能让她觉得 我是一个没人要的可怜虫啊 但那只是一开始 你和我在一起之后 你也对我那么好 事无巨细地照顾我 没有任何怨言 对我也没有任何要求 而且就算我再落魄 你也是不离不弃 你还把你所有的积蓄都交给我 我又不是木头 怎么会不敢动 我是真的喜欢你了 好 小蕾 我走了之后 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 那件事很快就会不了了之的 到时候你来找我 我还有钱 我们可以去智利 买一片种植园 我查过了 那移民很好办的 那夏衍呢 夏衍我可光不了她 她就这么被你给毁了 我们幸福生活在一起不就行了 不行 我不会跟你走的 你也别想走 你干吗 你必须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 还夏衍一个清白 道歉商业机密会被判刑的 你知道会被判刑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情 李浩 你听我的你去自首吧 这样的话还能少判几年 几年 一天也不行 我对你不好吗 临走前我还冒险去看你 还给你留下这么多钱 我哪有对不起你 我不能就这样看着 夏衍被你给毁了 我不能不管 为了她你就要背叛我 把护照给我 给我 我不给 给我 我不给 给我 放 你干吗 放开 你别想走 放开 别想走 让你先放开 不放 你有病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放开 你不要逼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让你放开 不放 你为什么要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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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怪我 是你自己不懂的 我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 我做什么 没有 有 没有 没 你姐在我家受伤了 你赶快去救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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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她不好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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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喂 喂 喂 你干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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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